来 叔 那小伙伴怎么样 干活点利索 一天也干净 就是不再专心呢 那手机 我在搬个多小时了 你说这个 这哪行 我拼命的去 任志强 唐叔 干啥呢这是 我 我在做菜单 您看一下 看行不行 您往下翻 我费得好大劲才做好的 这上面的图片 是我从网上找的 可能不太真实 但是我都在后面给客人 写了解释了 行啊 志强 东西做得挺花手 可是人家来咱们这儿吃农家饭 你做这么复杂的菜单 会不会显得不实在啊 不会 唐叔 那客人来吃饭 肯定想知道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 再说了 咱们是绿色无公害食品 又不是骗人 干嘛不让人家知道 就是让他们吃得明白 他们才能记得住 忘不了 可惜村里面有彩色打印机 这要是黑白的就没有这效果了 不用彩色打印 就电子版的就行 发到他们那个摄影家的群里面 征求意见 如果都想吃的话 我就做个大份 想尝尝的就做个小份 实在没兴趣咱就不做 他们还可以点评 我可以根据他们的意见 对咱们的菜品进行改进 像样的细致 那唐叔现在 这个烤全羊的名字 还没有定案来 单叫烤全羊的话 就感觉差点意思 得想个有特色的名字 唐叔 您见多时光 要不您给起个 这事我以前想的 没想到合适的 这样就直接发过去 让客人帮着给起个名字 这个办法好啊 下次那些客人 带朋友来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吹牛说 这个菜的名字是我起的 林志强 你这个厨师我固定了 你就留在上河狱 保准不会后悔人 拿着 都发给我 好嘞 我的叔啊 我怎么看你跟他一起玩上手机了 上河预算是简州宝贝了 这林志强 人才呀 人才 人才 你对吗 你真的不知道 你应该看你 如果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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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